8月17日有网友在个人社交平台调侃著名歌手Drake的爱心发型 随后Drake评论该网友并激报自己感染了新冠肺炎 从而导致头发越长越怪 但他也表示很快会长回来 而在2020年Drake曾与感染新冠的NBA球星杜兰特一起相聚见面 当时就有不少粉丝担心其是否感染 他在直播时透露了自己的新冠病毒检测成阴性 没有感染新冠肺炎 让大家不用担心 同时也向粉丝透露检测过程很痛苦 让粉丝不要掉以轻心 做好防护 没想到如今还是感染上了新冠肺炎 希望早日康复 据悉 德雷克是非常有才华的歌手 2016年发行个人首张正式专辑 首周销量达到44万7000张 登顶公告牌专辑榜冠军 2015年发行个人单曲 Hotel Eye Bling 改曲在第59届格兰美奖中获得两个奖项 16年发行第4张录音专辑Veuss 在美国首周销量破百万张